好 回來繼續跟任生聊天 大家都可能覺得 剛剛出國安法的時候 會不會說聯會制度會崩潰呢 大家好像也有個憂慮在 就算政府、金管局那些出來說了幾次 市民的憂慮好像也消散不到 如果由任生去 要你向市民和外資企業去解說 你會怎樣給他們一個信心 首先聯會制已經在香港成立 運行了36年、37年 運作是非常良好的 這個聯會制度是一個非常嚴謹的制度 是為香港帶來匯率穩定的 在過去三十多年 我們不時都有再強化這個制度 令到金管局是可以確保匯率穩定的 我就不覺得有什麼擔心的 而且如果你看回市場 市場告訴你很清楚 雖然現在是有幾隻新股集資 所以吸到外邊的錢回來 你看看 你放長雙眼看看 當新股集資結束的時候 那些錢會不會流出去 令到港元會弱 甚至乎弱到7.85個水平 要令到金管局要去干預 我就看不到了 我不排除當然有個別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又或者他是有一些目的 去做一些文宣工作 說港幣是會崩潰、弱下去 炒家也可能有這些主觀意願 但是大家客觀點去看這件事 聯會其實都經過幾次優化 但對上一次我們數回已經是05年 你那時候還做金管局總裁 事隔了15年 其實有沒有一些位 跟香港的情況還不同步呢 這個制度 你都很好記性 但是我不在其位就不謀其正 我一向以來 在金管局當仲在位的時候 我和我的同事 大家都有一個很清楚的共識 我們做事 特別是在金融管理方面 要居安施危 要站高望遠 要看到形勢 要作好準備 這個做事的方法 希望是一直都承傳下去的 不是說整天都要改的東西 如果你覺得有些東西是可以改善的 我看金管局不會猶豫去做的 至於說現在有沒有東西可以做的 但是你要看時機 如果你無緣無故去做 在現在這麼複雜的環境之下 又有人想做些消息出來 說炒賣港元 在這個時候出來做些 別人很難明白的事情 特別是 可能引起誤解都不定的 這個我當然要留下金管局自己去決定 你可以說 譬如現在港匯是在強那方面 為什麼我們的利息還會高於美元利息呢 是有些空間 你說不如理信它 但是如果你做些什麼 引入些什麼工具去理信了這個 適差與回差之間的關係的時候 會不會引起誤解呢 是不是你又想了別的東西呢 現在你可以說是一動不如一靜 是對的做法 除了我們看國安法的事件 其實疫情再加上社會事件 本地那些 會不會說 你過去都面對過很多次 香港那些金融危機 現在很多個國家都好像 就著這些議題去發聲的時候 香港有沒有機會說 會有第二波 或者有個潛在的另一波 金融危機在那裡 我當然希望不會 但是沒有東西是絕對的 這一次疫情和中美關係 所引起的經濟情況 又加上社會事件 是比香港特別是疫情來講 比香港的經濟 是一個很大的震盪 這個是一個經濟震盪 有很多經濟活動 突然間要停 但是這件事我們正在處理 當然是在金融手段去處理這些東西 不是很多事情可以做得到 所以就是在財政方面 財政司司長 有一個比較大的赤字預算 去支持各行各業 但是也都視乎疫情是怎樣 視乎外邊的情況是怎樣 香港是一個這麼向外形的經濟 我們穩定到自己 但是不可以跟外邊去來往溝通的時候 我們都是有問題的 所以現在的注意力仍然是在這一方面 影響到金融的穩定 我看不到有什麼 直至到現在都沒有發生 可以影響到香港貨幣金融體系的穩定程度 很多東西支持到我們貨幣金融穩定 儲備又多 資本充足又好 流動資金又多 很多東西 我們的銀行體系特別 銀行體系是非常健全的 不過我看到好像各個國家想救經濟的時候 就似乎引銀子是其中一個方法 其實你見到量寬之後的後果 利率是這麼低的時候 你同時又引發了這個資產價格上升 似乎借錢又容易 借錢成本又低 但是我們的回報又高 如果作為金融的投資 因為資產價格上升 那這個是不合理的 將那個危機拘捕到將來 即是現在是沒事 但是向前看你小心 真的要非常小心 我真的不希望這件事 是會演變到去另外一個金融危機 如果再來一個金融危機 處理的手法不多 我是說全球 在香港來說 我們沒有說這樣引銀子 雖然因為美國是引銀子 而且禁止得利息這麼低 我們因為聯繫匯率 也是利息也低 同時我們是有資產價格上升的一個趨勢 你以前也有篇文說 其實全球貨幣系統 應該最理想是否三條腿走路 除了美元和歐元之外 人民幣你看現在 是否已經是一個時機 可以做第三條腿 一樣東西 你要穩定 最低限度是三隻腳 很明顯 現在看到的國際金融系統 除了美元和歐元之外 當然日元也有些地位 就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系的貨幣 就是人民幣 有這個潛力 但是人民幣現在不是自由兌換的貨幣 它將人民幣國際化這個進程 是緩慢的 在經常項目 即是貿易方面 已經越來越多人用人民幣 希望可以在資本項目 或者資本市場上面 亦都可以用人民幣 其實這個是香港的一個發展的方向 在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 設法指將人民幣國際化提升到另外一個台階 這個台階就是說人民幣可以在資本市場去做一個交易的單位 但是香港這邊我們都看到的資產價格其實是正在升 因為樓價你看到在高位上回落了少少 似乎已經停了 其實是否因為其他國家的那些糧寬 香港港幣又和美元掛鈕 接下來的樓價是否都要繼續捱跪樓 這個都要看回供求的情況 但是因為經濟不好的時候 怎樣拿錢去給首期或者公屋呢 也都樓價已經這麼高了 很難上車 所以往後的走勢真的很難看 但是資產價格上升 因為我們有一個固定的匯率 聯繫匯率 要利用美國那個貨幣的環境 也都說我們要有一個寬鬆的貨幣環境 在這個情況之下令到資產價格上升 是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 不是用金融手段去處理 我覺得是應該用財政和經濟的手段去處理 如果我對任先生的印象 就經常都有個安和危 就是掛在你口邊 你現在大家都肯定 就是現在香港是在危裡 似乎年輕人對香港的前景 都好像不是太明朗的時候 你覺得怎樣可以令他們安心一點 這個是很複雜的問題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我很難說很滿意地回答你這個問題 但是我回來講 香港一個這麼… 我覺得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典範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資本主義社會也有它的壞處 那個壞處可能就是在財富分配那方面 不均那方面 你會看到現在在美國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也都是民主的國家 在這麼寬鬆的貨幣政策之下 那個財富不均這個問題是越來越厲害的 在香港也都有這個問題 我希望這些這麼深層次的問題 包括房屋的問題 在疫情之後 希望可以有一個契機 給我們真真正正去解決這些問題 讓年輕人是有些歸屬感 年輕人是有一些希望 就是說我做幾年事出來 就可以上車了這樣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大家做得這麼辛苦 當然有很多理想 但是到最後 衣食住行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穿著少一點 吃吃少一點 我都要找地方住 但是住不了的時候 沒有地方住 要住劏房的時候怎麼辦 這些深層次的問題 一定要解決的 今天我們謝謝任先生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時間都差不多 謝謝大家 拜拜